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庄 经常有不少想买电动车的朋友知情过往 买电动车要买叠砂好还是古砂的好 那么今天就说一说电动车叠砂还有古砂 它们各有什么区别 下面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现在看到了这台是叠砂的 叠砂也叫液压刹车或者油砂 叠砂由于古砂,刹车盘直径越大越好 卡前的佛砂越多越好 而本身的重量越轻越好 那么再说说古砂也有它自己的优点 除了成本低之外,相同直径条件下 古砂绝对是自动力大一叠砂 古砂能够借助车轮线前自动增大自动力 当然它的缺点,古砂更容易爆死热摔减更快 古砂及叠砂的最大区别在于散热问题 在高速行驶中,古砂自动散热不好 容易热量,积极使刹车部分产生热摔结 自动力减弱,而叠砂通风好 散热快,不易产生热摔结 另外,叠砂用夹式的刹车皮或者是盘砂 是平面接触,接触面大,时间一致,自动性速 所以古砂刹车皮与刹车古是漆面接触 有点道面,自动效力相对比较低 所以有力也有弊,各有各的优点跟缺点 款式比较多的就是前叠后古刹车 在这里,如果想购电动车的朋友,如果是在价格方面,你肯下本 那就绝对可以选择叠砂的电动车 那么如果你想买经济一点,或者实惠一点的 那你可以买前叠后古,或者是前后古刹的 更理想一些 好了,今天的刹车视频简介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 拜拜